6年前让塞丽娜全身54%遭受2-3级烧伤的拍戏意外 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但是当时媒体的重点都在烧伤严重的塞丽娜身上 忽略了当时为了保护塞丽娜而同样受伤的余昊明 塞丽娜伤好后选择了结婚 如今6年过 去了塞丽娜离婚 余昊明付出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余昊明是在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快乐男生》出道 当年他夺得了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 随后签约天鱼传媒 发展方向也是全方位的影视歌主持 当年的他心涂香 当被看好 尤其主演的一起来看刘新宇 将他的人气推向了顶峰 可是就在6年前余昊明和塞丽娜一起合作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在拍摄一场爆破戏时发生意外 他和 塞丽娜都遭受了严重的烧伤 余昊明全身受到了39%的二级烧伤 烧伤主要分布在手 手臂和背部 当时他为了保护塞丽娜 自己受到了更严重的烧伤 更将就护用的唯一单价让给了塞丽娜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康复 他总算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复出演艺圈 但是 喜爱他的粉丝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开朗活泼的大男孩 在6年后复出 娱乐圈已经不是当年他很红的那个时期 小鲜肉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让他显得无所适从 他的性格少了以前的阳光 变得忧郁许多 笑容也不再那么灿烂 尽管做了多次整容手术 在于浩明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火烧的痕迹 和胡歌当年出车祸后付出不同的事 于浩明的情绪和气质都发生了变化 他变得不爱说话了 在录制综艺节目时 也没有像以前那么 多的镜头了 时常没有话语权 粉丝们都为他感到担心 上个月是于浩明29岁生日 在生日当天他在微博写了这么一段话证明他没有放弃 我跨过 顺途 也跨过了不平坦 我不去看我走了多远 我到了哪里 我知道我在哪 路就在那 未来 我相信没有意外 二开头的最后一个生日 继续上路 这段话所呈现的 积极乐观的态度 让粉丝们很是感动 那个熟悉的阳光大男孩似乎又回来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